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就说下这位阿哥 这位阿哥又去某宗教世界的国家 他就是去土耳其 土耳其当然我们说过在某宗教世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国家 很多时候就靠他滑船 因为他是 可以这么说,他在特殊地理位置 也都决定了他 站在某宗教和西方之间 算是有一个桥梁 原来在美国国会卿布林肯到达土耳其 前几个小时已经开始有民众 出来了 根据当地媒体说 这个 布林肯一落地时 哇 很多民众 就在 一个美军基地外面 而且 是有美丽风景线看到 当然很多民众就说 走啊 不受欢迎人物 你知道土耳其当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大家都看得出 布林肯今次去土耳其 似乎民间对他的支持就不多 我只是土耳其 原来大量的民众 就在土耳其东南部 有美军驻扎的一个叫 因吉尔利 黑 空军基地外面 就是举行撑巴的示威活动 亦都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 并且 是抗议 以军现在在加沙做的所作所为 当然很多人就说 布林肯你来做什么 那他来滑船 但是 看来 负面的感觉就是 他们做什么 他来做秀 你都可以这么说 因为没什么可以做到 原来 后来 当布林肯落地没多久 因为他几个小时前就开始搞搞搞搞 结果就变成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 抗争者 就是和警方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都挺好 二头 二头引号 算不算一个欢迎 欢迎加一个引号 示威者 就是抗议布林肯到访土耳其 说他不受欢迎 原来 在他访问之前那一天 亦都有接近 千人在美国 住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馆外面 都是有抗议活动的 其实布林肯 就是和 土耳其外长 这个发生社 是举行了 艰难的闭门会议 艰难是什么意思 土耳其似乎不多听他说 不过坦白 都是各说各话 你肯定撑意 我又改变不了你 但是土耳其肯定有些撑巴 我又改变不了你 所以艰难的闭门会谈 是艰难 但是我相信结果就没什么 当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当安 亦都是按原定计划 去土耳其东北部地区 最搞笑 别人就说 你一来他就走了 是不是冷落你 也有少少 因为始终你也是美国的 高层 其中几个之一 最搞笑的发生社 似乎这个是 看到爱意多安 有意是冷落美国国务卿 其实 也是那句 接见你 又有什么 特别的突破 应该没有吧 原来 刚才我们说的基地有美军 就是恩吉尔克利基地 附近就有大规模的 抗议活动 是由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 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 是组织的 抗争者 就要求关闭这个 恩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因为这里有美军 原来这个基地位于土耳其东南部 阿达纳省境内 是为 不单是有美军的 亦有英军的 为 英国和美国军队提供进入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战略遥道 目前 驻扎在当地的有美国驻 驻扎 空军第 39联队 还有部署有北约的反导弹预警系统 以及 英国皇家空军 亦有时会用这个基地 当然大量的示威者 就是来自土耳其各地的民间社团代表 即是自发的 像刘世良说的这些就是左交 如果是的话我想他们也不怕承认 很多呀 土耳其境内很多呀 大量呀 巨量呀 可否这么说 中东除了以色列之外都是左交 如果按照刘世良的逻辑 还有些成员 以及民众 聚集在空军基地周围 示威者就举注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国旗 亦都高呼反对 这个美国的口号 他们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 并且是抗议 以色列对加沙的 这个攻势 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他就在演讲当中就说 欧盟 和美国等等的地方出现 抗议加沙 现在发生的事的游行 他希望见到更加多这些示威 应该很多的之后 当然一些人 就开始 打算冲破这个路障 打算进入空军基地 结果警方介入了几个小时 搞到连 布林肯部飞机也落地了 不过应该他看不到 因为他是安卡拉诺 我相信 有新闻他看到 那么多人欢迎他 欢迎加个引号 欢迎加个引号 当然后来就变成了大型的警民冲突 我们看到 一些视频和 图片 原来警察就用了催泪烟 并且是用了 高压水柱 就是驱散这个人群 但是抗争者 是不理那么多 就推倒了老博 或者老长 并且 和新村 这个防暴设备的警察 是发生了大型冲突 路透社也说 原来在这次这样的冲突当中 抗争者就向警察扔东西 又扔石 以及一些胶椅 警察 就是 用这个 催泪烟还击 当然 这个负责人就说 他本来就叫抗争者 本来是和理非 后来就变成是和勇合一 最后来 就变成了动手 变成勇武抗争 原来 他就首先就叫 不要向警察动手 各位兄弟 各位手足不要这样 他就 以现在尾巴的局势 很难 有这么大班人出来 你都很难 平息得到 我觉得情绪很难 在现场 实际上是 现在的气氛之下 我不是说他们是对的 我觉得他们是对的 但是 真的是很难 其实 是应该 搞手应该是 预计这种状况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生气 他就大声呼吁 收藏 如果你扔石 或者类似行为是错的 因为 警察和士兵 都想去袈裟作战 挺厉害的 他是敢召唤警察 时机一到他们就会去的 我们有巨大的路况 我们不忍的 但是 土耳其警察也要保护基地 没理由 被你搞的美军基地 你冲了进去我真的想象不到会怎样 很大件事 对 很大件事 由于抗争者和警察发生冲突 其实 原来会议也提前 没有多少事要说 没有多少事要说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事要说 其实说来说来说 真心说 是的 他们打算是结束集会 但是有些人不肯走 肯定是这样的 我看到香港都是 就算你那些什么和理非的人叫他走 有些人是不肯走的 当然你就要和他们切割 其实 其实 没有人是伤 或者被捕 美国官员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可能免得加油 其实这场抗争活动 就发生在布林肯 未到土耳其 但是在上空 就在 差不多到的时候 我相信当地媒体也说 其实他下机的时候 还是有美丽风景盛 因为不止一个地方 应该会通知他的 应该会通知他的 因为他不是在安卡拉 他在第二个省 报要通知的 那也是 我相信他那些幕僚有跟他说 国务卿先生 原来有人 欢迎我们 欢迎交引号 欢迎交引号 其实布林肯就是 杜作安卡拉 同土耳其外长 非丹 对于尔巴问题 会 其实示威者 就是为了抗议 布林肯 到土耳其 当然 你说他是不是不受欢迎人物呢 说真的 如果他 看你去哪里 如果去以色列就不会 但是其他中东国家 除了以色列 其他地方都是不受欢迎 官方就不会这么说 你不受欢迎人物的 但是 相信如果你去到民间的话 我相信 应该多数民间的人士 都觉得你不受欢迎人物 肯定啦 其实 亦是有过千人 在美国的 驻土耳其使馆外面 亦是举牌 和其他的抗争 当然布林肯就和 土耳其开了会 为了平息 对美国来说 具有战略意义 但是亦是最艰难 应付的盟友 当然这个旨意色列 布林肯的土耳其之旅 是当地 你发生社也不给他面子 当然布林肯 也是发文的 但是 都说他 受到 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冷袋 那埃尔多安 就没有理他 他说 不好意思 我原定计划 去土耳其东北 布 一条村里看的 不好意思 我按原定计划 如果 真是重要 他改计划 又不是一件难事 是不是 另外 原来 布林肯抵达机场时 都很难看 真是麻烦 原来 是没有受到土耳其高级 外交官的迎接 也找回一些 比较没那么高层的外交官 去迎接 已经是一个 信号 战态 是的 土耳其一再批评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 他们总统埃尔多安更加指责西方国家 对俄乌战争和尾巴冲突是相同标准的 另外土耳其外长 在一号时亦都跟 伊朗外长 这个他就正中歧视了 就是 伊朗外长 阿卜杜拉希洋 是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他们当然大家都某中家国家 说的东西都很一致 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的活动 是公然违反国际法 美国这么说 不够胆 所以说你不受欢迎人物 你都看下你做过什么说过什么 这位 义方应该明白不能够通过这些手段来建立和平 土耳其也说 以色列必须停止现在的行为 土耳其愿意为当前局势作出协调 实现永久和平的最佳方案就是 国际和平会议 土耳其担心现在在加沙发生的事 可能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 当然 蔓延到中东地区 土耳其也会出事 今天4号的时候 土耳其 外交部也都宣布召会 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 他就说 考虑到以色列方面拒绝接受停战呼吁并且继续向平民动手 还停止人道主义换装进入加沙地带 所以导致人道主义悲剧 我们只能决定召会 驻以色列大使 以及最新的消息看到 埃及的口岸 开了 当然很多人是离开了 很多人是离开了 原来 刚刚 最新消息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也拨了个卵 给 以色列总领内塔尼亚 最后 都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事 两个人对于当前尾巴冲突 以及 被脱走的人的谈判 以及人道主义援助 还有 现在要换了个词 现在不是叫 暂停 现在叫技术性暂停 现在叫技术性暂停 这个好笑 叫Tactical Process 可能随时移动 但其实字眼上也不是那么大差别 你没用的 触字失与言艺术 Tactical Tactical 技术上 或者战术上 这词应该战术上比较准 战术上 战术上说不停 或者想停就停 不想停就不停 战术上什么都说 都是暂时 或者根本不想停 说真的就是这样 原来 白宫方面发布了联合声明 有与内塔尼亚胡谈了 拜登重申 他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第一句肯定这句 以及保护以色列公民 免受哈马斯和其他 人士的动手 他同时也强调 必须在军事行动当中 保护巴勒斯坦民众 有吗 有吗 还有 减少对平民的伤害 伤害这个词用得很轻 停不下呢 那些是明智的 那些是明智的 是的 他特意说轻一点 很明显就是 以及两个人 讨论了战术性暂停的可能性 以便 为平民提供 安全离开 这个加沙地带的机会 他就给四个小时 确保援助到位 希望 援助和物资可以到达平民手中 并且令到潜在 可以放人的机会大增 怎样大增 哈马斯说你不停手 那他就不放人 你就说他不放人 他不放人你就不停手 哈哈 这个有死结 你不用说了 那当然了 声明是这样说的 虽然美国一直 是推动 以军的 暂停空中攻势 希望可以一些具体的人道主目标 但是这个暂停 第一 第一件事你暂停多久 第二件事就算暂停了 他会破坏的 说明是战术性 你不符合战术 如果是哈马斯这些人 会不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引蛇出动 暂时战术性 等下我停了他说战术性 战术性就立即入手 会不会糟糕 对呀 这件事 当然了 白宫就坚持认为 在当前冲突当中 全面这样停战并非一个合适的步骤 你这么说 亦都令到很多民众看清了你 原来是这样的 全面停战都不行 那真是糟糕了 你看看你的选民 尤其是左翼选民怎么看你 另外 这个内塔尼亚湖昨天接受了 ABC 不是我们ABC 是美国的ABC 即是美国广播公司 的独家专访时再次说 一件事就是 除非哈马斯放人 否则 他拒绝在加沙地带 全面停手 即是没得谈 没得谈 就算你去土耳其 布林肯去也没用 拜登不是一样拨了个卵 给内塔尼亚湖 也是没用的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